对渔民来说,一天中最快乐的是莫过于收网时不断出现的大鱼 十斤重的大海蛮,六斤多的石斑鱼 而且接下来的收获更加令人惊喜 天刚亮,渔民们就已经开着小船出海了 去往目标海域的路上,渔民们要抓紧时间吃点早饭,补充足够的能量 渔民捕鱼的方式数不胜数 而今天,他们要用的是岩绳钓 岩绳钓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达,绳子从最初的草绳变成现在皆是耐用的尼龙绳 这也使得岩绳钓能够钓到更大更多,种类更加丰富的大鱼 根据鱼类的活动范围,岩绳钓也分为好几种 常见的有金枪鱼岩绳钓,鰻鱼岩绳钓等等 渔民这次下的就是海蛮岩绳钓 在海里,海蛮是一种凶猛的食肉性鱼类 长期期在水深50到80米底至,为沙泥或岩礁的海区 海蛮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并且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是价格较高的食用鱼,也是渔民们最爱钓的大货之一 岩绳钓的绳子根据目标鱼类变换合适的长度 昨天渔民下的岩绳钓普遍长度在70米左右 这么长的绳子,只靠一个人去收线,着实不容易 好在渔民们早就细以为常 钓海蛮的鱼钩非常大,所以收上来后一定要立刻挂好 方便下次使用,作为凶猛的食肉性鱼类 海蛮的力量十分惊人,所以切线的情况时有发生 忽然,渔民感觉绳子完全拉不动 根据经验,他们一致认为 应该是主线和挂鱼钩的鱼线又纠缠在一起了 顺着绳子前行了一段距离后 渔民果然看到打劫的位置 现在要忙着收线,等到回家后再把它解开 很快,第一条大海蛮被拉了上来 海蛮咬钩后,喜欢卷曲自己的身体 在疯狂的扭动中,它和鱼线越缠越紧 进入一个无法跳出去的恶性循环 最后,自己把自己给勒死了 紧接着,第二条海蛮出现了 此时鱼儿还挂在鱼钩上 而倒霉的海蛮只吃了一小口,就再也逃不掉了 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另一边,渔民大叔也拉上一条海蛮 这次鱼钩挂得非常深,已经穿透它的下额 大叔只好用刀给它做个小手术 然后将鱼钩取下来 还没到一小时,已经收获三条大海蛮 渔民们的干劲更加十足 没过多久,第四条大海蛮被渔民从深海去拉了上来 海蛮的长相本来就有些恐怖 现在它又张着巨口,露出从未刷过的尖牙 好像一脸不服的样子 于是渔民拿着拖鞋问它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好家伙 这要是被它咬一口 少说能钓一两肉 这根岩绳已经全部收回 渔民开着小船前往下一个 有时候,上钩的并不一定是大海蛮 毕竟鱼儿在水深五十米以上的位置 那里同样有很多大鱼 石斑鱼没有危险性 所以渔民兴奋地跳入海水里 看着它一点点被拉上来 石斑鱼的担价可比海蛮大多了 而且看它的体型少说 有六七斤重 毫不夸张地说 这条石斑鱼的身价顶得上三条大海蛮的 也难怪渔民如此地开心 拉上来的石斑鱼要好生对待 必须开一个豪华单肩 并且为了保证它能够活着回到岸上 渔民要往船舱里灌进足够的海水 石斑鱼咬钩的位置非常深 渔民只好先给它做一个核酸 减轻一点痛苦 然后摘掉鱼线 而鱼钩就留在了里面 又一条大海蛮被拉到船上 这条海蛮的脖子 同样缠绕了好几圈的鱼线 看着就很疼 它的脑袋已经发黄 这是明显缺氧的症状 而且它的皮肤已经溃烂 看样子生前不太健康 接下来 一条又一条的大海蛮不断地 被渔民们收入船舱中 他们的内心也越发高兴 回到岸上 渔民将今天收获的八条大海蛮 和一条石斑鱼全部卖给收获商 130斤的鱼货 赚了6000多笔锁 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告诉小军一下